香港第四波疫情势头不减 近日多个社区先后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爆发现象 社区检测中心及流动采样亭需求激增 为解决香港市民抗疫之急 香港首部可实施进行鼻烟柿子采样 及收集样本一步到位的流动爱多医保健康车 于12月17日正式启程 香港分子病理学中心创办人及董事黄丽宝博士表示 健康车最大成就就是能有效解决场地目足 疫区偏远难以检测的问题 黄丽宝博士表示 未来将有20部爱多医保健康车陆续投入运作 因应特需政府的要求 随传随到前往全港各爆发点 助力香港早日走出意境 社会重回正常轨道 感谢观看 观看 在这里